中国就是我们自己的国家 当然是很喜欢啊 很喜欢啊 对 看我现在很喜欢统一我 有点讨厌 光发 很喜欢 很喜欢 打啊 对打不好感 去年二月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当时在台湾的乌克兰人上街呼吁 台湾人不应该买任何俄罗斯制造的商品 因为这些钱 都会变成打在乌克兰人身上的子弹 如果台湾人买中国品牌 或中国制品 是不是也会变成威胁我们的飞弹 汉沃曹也继续去西门丁 访问大家知不知道谁是中国品牌 我应该是五吧 你说偏负面吗 因为他们好像很喜欢统一我们 有点讨厌 你这么清楚 会被人捉过 会被人捉过吗 国外 国外 很喜欢 很喜欢 这个好地方 很棒 不不好就偏负面一点 党啊 对党不好感 最喜欢 中国就是我们自己的国家 当然是很喜欢啊 很喜欢 对不对 有谁喜欢 八吧 九 还蛮喜欢中国的文化 而且我很喜欢中国的食物 我的偶像也是在大陆 所以我蛮喜欢 我想问一下你的偶像是谁 黄明浩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 六月公布的一项全球民调 在19个不包含台湾的国家中 平均有7成的受访者对中国反感 日本 澳洲 瑞典 美国 都有超过八成以上的人表示不喜欢中国 加拿大 荷兰 德国则紧追在后 肯定是美国 日本吧 不是最近的反送中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让美国可能对中国的好感度 普遍都很惊人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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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啊 钓鱼台啊 对吧 大部分也不是太喜欢吧 对吧 应该是韩国吧 他们总是抢我们的一些传统的一些东西 美国 美国的话就是因为现在中国可能有建区强势的趋势嘛 所以可能有一些威胁什么的 小笼包 小笼包 螺丝粉 北京烤鸭 珍珠奶茶 然后四川麻辣烫 有然后蒙古烤肉应该就是台湾的吧 螺丝粉 毛鱼爽 麻辣烫吃吗 东山鸭头 反正有地名就跟我组对了 台湾No.1 台湾No.1 台湾珍珠奶茶 我等一下就去喝 哈哈 淘宝 海底撈小米 Tntalk 华为 中国时报 你觉得中国时报是中国来的吗 蛮直觉的 抖音啊 台底撈小米 格力 淘宝 华为没看到对华为是 还有TC 小米对还有小米 前面几题你都答对了吗 你会避开购买中国品牌吗 留言告诉阿草你怎么想